好了,回来第三节,望向编辑部,今天不是快部,很少说这么多 因为今天有Bird这位嘉宾,他的范围都宽很多,大家都很生气,讲起这些问题 昨天除了纵志和纽西兰这宗枪极案,还有一宗,林梓健,钉书机钉大腿的 他判了牢,不过预防 可以上诉,保释上诉,不用在里面坐着等 如果他有没有监装,一定会被囚犯说,去钉书机钉大腿 那里面没有钉书机 那里面没有钉书机 那些囚犯不是在工厂工作,可能有钉书机,钉书机,钉书机 他当然坚持说自己不是,但官员说,你说被迷魂,但原来在血液里面也没有迷魂药的成份 不过看回整件事,都变了是见证了这个叫做人血饭头 就是这个民主派,喜欢吃人血饭头 那记不记得那时候,林梓健还叫他不要挑大腿的钉出来 有没有印象啊,大家 接着还叫他去开那个记者招待会,林卓廷,何俊仁那些 你全面也有份 你全面也有份 接着还弄了个标志,强烈谴责国安部门,禁锢,嘔打恐吓 其实这帮支持过林梓健的帮人,是不是应该出来向国安道歉呢? 不见了,强烈报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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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要上网有的,上网有的,强烈报备,强烈报备 都可以的,你说强烈报备,我没有指明是大陆 他有讲国安的,不过我觉得应该要道歉,你自己这样的话 不过林梓健就说,发誠判中有罪就有罪咯,某些还在撑着 不过见民主派这样光速割席,觉得有点,那时候撑到底 真的真的,其实当时我们都是比较,这件事还没判 就是等法官去判,现在出来的,林梓健其实还没终审 如果他上网,可能还有机会得席的,但现在这样判的话 结果的话,可能他真的做了错事了,但这班民主派迅速割席 有这个林卓廷那些都,怎么说呢 就是给人感觉是有点凉薄咯 就是他就算输了的话,我不知道是有没有人陪他一起听审 那如果没有人去听审的话,那其实他也是做了一只棋 还有做了一粒人血饭头 是啊,你很丑丑都应该陪他出现,上一下镜也好 你最初这么高调,说要撑他,然后慢慢回事,那些人都走了 其实是很冷血的有时候,我觉得 冷血的普罗政治学院的人,记得蒙古佬扔杯案 那些人都拿着支旗去撑,撑毓文 就是了,在办庭里说撑毓文是V嘛 还有很多人,你看多好,民主党 民主党,那个是你的党员,创党会员 这个,你一个月都走光了 可能收到风,开始不太对路,性数比较低 你不对路,你都要撑下去的 撑子健 你可以理性点这样撑,既然现在判了,我就相信法庭 如果你上诉的话,我们就继续上诉 如果上诉的话,都是维持原判的话,那就说 那就说我们是上诉法庭 不过都没有人出来说法治已死,还有点理性的 其实怎么说呢,都是,我也是觉得,刚才一笔都说得对 其实香港还是有事可以做的,但是有一帮这样以色形态行头的议员 这样在这儿,叫做什么呀,即是煽动,或者说叫做 洗脑,我觉得是,都不行 是啊,洗脑,而且是,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共产党做好事,那是不是只要他共产党三个字就要... 其實這樣跟國內的小粉狼是沒有區別的 什麼都是美帝亡國之心不死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不懂得拿鏡子照自己呢 我經常都說那句 不要成為你自己最討厭的人 同意 其實我有一件事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第一 你香港人剛才兩樣東西都相關的 第一 共產黨 你是不是一個客戶的評論 我之前我在Facebook那裡留了一個言 可能沒什麼人留意 我不知道我講什麼 如果你公司高薪請了一個人回來 那你公司做什麼 他都在那裡唱反調的 你公司會不會重用他呢 這個香港 就是這樣而已 你現在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可能大多數香港人都沒有什麼的 但是這幫人是主要他們出聲的 那你跟著的時候 哇 你來中美貿易戰 哇 你是完全幫美國打氣的 它不是打氣 它根本是 不說撐哪方 不可以很客觀的評論 就是好像那些什麼八五二那樣 許劉先生 八五二說什麼 忘記了 八五二好像瘋了 經常說習近平收皮 跟著你第一件事 四招令他躺下 是吧 三個月內就要禁旗 經濟禁旗 貿易戰再沒有轉機 三個月內必定要禁旗 但是這個貿易戰是半年前以上的 哈哈哈哈 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八月的了 是八月 上年八月 嘩 厲害 你看看其實根本上有很多東西 一支會喊一支來華為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在華為 華為現在說是用狼的文化 接著那些人聽到狼這個字 全部是負面的 就是你認識狼什麼 但是你看回華為那個所謂狼的文化 我之前也有些朋友翻譯 覺得很突落意的 因為如果你想做神 你不想做平凡人 還有你想你的名字被記住 你就來華為 這個叫狼文化 即是你想做神 你想你的名字以後都會忘記 你就來華為 即是你有沒有對自己一樣 你不是說我不是來做色狼 接著你狼文化 接著聽到狼字就跟著其他後面都作故事 是啊 你想做車神就要去秋明山 他全部都在做這些事 我覺得就是香港你經常在罵衰 即是有些人在這樣說的時候 接著你中國 即是你有些其他發展的 我給你什麼位置呢 應該給你什麼位置呢 你做什麼 大灣區都是啦 大灣區都是啦 就好像這個譚文豪自己在 在大灣區有樓的天天在罵的 我都不知道他是為了 我都要把房子偷偷偷走之後再進貨 還是什麼 但其實這些事情是自我矛盾 即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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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一個比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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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最搞事的比喻就是 就是 那個 兒子講髒口之後 記得那個 即是那個先生說 哦 糟八色 死小子 不是 不是 他說 說什麼X的髒口 是啊 叫X了你不要說髒口 是啊 之後這些不是諷此 其實黃梓華做的棟篤笑 都是用這種這樣的 笑這個人 就是用這種方法去自我嘲笑 那其實 現在 他們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沒有區別的 即是跟這些小粉紅啊 那種 想法呢 其實都是沒有區別 即是 小粉紅就是逢日本 逢美國都反啦 那其實這些 民主派都是什麼都反啦 其實就是 我在內地 即是我都做 即是 我前幾年 我很深刻 我就說 喂 你不要叫人家小日本 你不要叫人家小日本 即是你說人家小日本 你看不起別人 即是 它不會小了 是你愚蠢了 即是你看 日本你無論 即是可能你今時今 它經濟體系小了 或者經濟泡沫爆炸 但是你看 它中間呢 它做機械人那些東西 是厲害到不得了 因為我自己之前也有參與一些日本轉來中國的機械廠的一些工作 那我真的去看過安川電機的那個一百周年的那個展覽 說它是 即是我要很慢的 令我機器人很慢的去做一些精細的事情很容易 它是差不多用機械臂 很快的 即是嚇死你那樣的速度來做一些很精細的事情 是 所以我們就客觀評論 即是我們現在說話都是客觀評論 你說人大陸說人什麼說人什麼呢 其實你整個全意識看不起別人 你自己做 但是你自己沒有提升 我真的不知道要來做什麼 我比較多時間我留在大陸 基本上我是香港人 但是基本上我2004年之後 我都沒有在香港長住了 我現在很多時間在深圳 我覺得深圳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為什麼呢? 深圳2300萬人口 深圳人只有十幾萬 深圳戶口只有兩百多萬 即是根本上在這裡出生的人 即是在這裡 原居民只有十幾萬 然後願意把這裏以後安生立命 以後這裏是我家的都是二百多萬 然後其他二千多二千萬人 是來這裡拼命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pubulation 90%是來這裡拼命的 沒有一個人拼命的 是的 他們叫做移民 還有他們知道 大家從你做服務員開始 我都是來這裡賺錢的 接著還有那些是 你不要看好多好玩 因為我以前都在香港做IT的 然後我現在認識到 我有幫人炒蝦拆下在罵中國 大家例如我有本事 我有本事幫你 跟華為那些 華為騰訊那些R&D對接 他們三球是年薪起碼的 你夠不夠呢 還有阿畢 以前做IT的時候 是上過報紙的 我看過那些報紙 阿畢是上過報紙的 不是虛咎出來的 是 上個成宅 這樣說吧 怎麼說呢 我自己都叫做 很不自量力地清作 都叫做一個學者 有個博士學位 都在大學教過書 其實你們可以大家認真去看看 在讀科技有多少香港人 香港人就像以前都說過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rketing 最多是讀過financial的東西 financial之類的東西 但是你看看有多少人 就是講科學 你當時常說那些人抄襲 但是看不到好那些 昆士蘭的風雲人物 上年是一個叫楊健的人 他在研究幹細胞的權威 都有很多 你這幾年看的 list 就是這些政府加許的 獎勵的科學家 你看得出他的大陸名字 就是漢語拼音的 其實你們說得這麼好 當然有些人更加好笑 說八達通先進過 微信支付、支付寶那些 你說大陸只是懂得抄 IT巨子也好 香港土產的IT巨子也好 我給你一部iPhone 或者我給你一個蘋果的Airport 你模仿一個出來給我看 你拆散去告訴我 究竟結構為何可以 你一脫下它會自己懂得停 一帶回來就會 你解釋給我聽 你解釋給我聽就行了 你不用做一個出來 大陸是可以抄到出來 起碼他都知道這件事 你連結構是怎樣的都還未知道 其實抄你要知道整個東西 怎樣run 就是整個theories 你要吃到很透才可以抄 不然你就完全一模一樣的 或者叫做什麼 或者抄到很... 就是走了精髓的 其實科學啊 甚至很多design的東西 所謂created的東西 都是basic在別人的word上 其實馬維近應該知道我說什麼 其實很多所謂created的東西 其實都是看到別人的東西 就有其他idea再加加減減的 就是你聽馬榮成都是... 馬榮成都是參考慈上療一的 一開始的時候 後來改改改改是有自己的風格出來的 你看最早期的... 嗯... 老實說你那些IT巨子 就是你香港那些說到自己那麼厲害的那些 我真的給你... 你拆一件東西出來 為什麼做到出來 你都解不了給我聽的 那你怎麼還是IT巨子呢 不是啊 許留三學法院呢 講的那些不是IT巨子 不是IT巨子 他自稱的 之前我很留意 之前說什麼 八達通的微信那些 那些人八達通對於來說 他是有張卡的 八達通的development 跟他完全沒有關係的 我認識八達通 就是有其中兩個人是做developer的那些 現在都是在做別的東西的了 真的在做 真的在參與那些做別的東西的 那些是現在 就是跟這些人是完全是... 我鄉下在劉德華鄉下 跟劉德華同鄉 就是他的自豪就是這個東西的 他沒有自己自豪的 對於他來說 因為他唯一值得是 我香港有個八達通 比你厲害的東西 他是這樣 還有我自己看你剛才講的IC那裡 因為我公司的另外一個部門 我們現在開始是在買IC的那些廠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其實整個遊戲開始是不公... 或者是development的時間先 因為你現在做IC的設計 為什麼大陸的人不自己設計 因為你現在做了IC設計的軟件 FBA、FBE、FDE 大陸的軟件是差於美國的軟件 而更加明顯的 就是為什麼我不買美國的軟件 就因為就算你買同樣的 P-CAD那些同一個版本 正版買同一個版本 我拿離開美國用 很多功能就鎖住了 為什麼美國那裡真的在保護它自己呢 令它的設計是領先的 嗯 其實大陸有些都是這樣的 大陸有些APP在澳洲用不到的 你知道嗎 那這些是生死死的那些 現在習近平新的那裡說 兩樣東西它一定要鎖 一個就是高科技 第二樣東西就是農業嘛 嗯 這個一定要鎖 然後美國真的輸給美國 因為你有些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整條背景最厲害的 網絡最基本最底層那裡 全部都是你美國 是美國的 都是美國 大家例如說真的要打仗 它說我減掉你的IP 它真的減掉你 你真的整個盲瓦瓦 你把整個Google 放進去都可以 刪掉它 我看你把人家死不死 我都死給你看 突然跟Google Drive用不到的話 跟著它可以幫著它 不用不到 因為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說大陸有那個叫做 那個北斗 北斗為什麼你還沒普及呢 因為 北斗還沒普及 因為現在北斗已經是很先進 因為我看過一些地方 就是什麼呢 例如我跟曾彭斯坐在旁邊 一米的 就是坐在旁邊 我的座位和他的座位都不同的 就是座位的車的後座 我跟他的座位都不一樣 就是可以精準到這樣 但是當它應用到消費產品上 那些chips就貴得不得了 所以根本上不可能需要化 這個是一個發展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大陸的手機 還用GPS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chips是貴得不得了 還沒有量產 你現在GPS那些超市 不知道按豪子來計算 便宜到已經不值錢了 所以這件事情中國還沒追到 所以它有很多東西現在是在拼命的 就是你中國有個Fortune Star 叫做復星系統 它就打算125顆星 在低軌道那裡 就取代了整個中國 整個世界的網絡 就是你斷了它 它還有機會可以進去旗島 接著它們有一半是俄羅斯 三分一是俄羅斯給錢 三分一是法國給錢 三分一是印尼有幾個財團 幾個地方給錢 這樣做而已 就是大家都變的 因為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整個其實很多中國 全世界有很多基建 是美國佬 因為你打爛了其他地方 它在那裡拿著所有的資源 沒錯 沒錯 根本上整個遊戲開始的時候 是有點不公平的 其實如果你說技術厲害 德國厲害了它很多的 但是殺了希特拉之後 你的科學家一半被美國搶走了 一半被蘇聯搶走了 是啊 那你是不是一個全部公平遊戲 這個不是公平遊戲來的 我覺得這個公不公平沒有重要 這個也沒有所謂 所謂有重要的就是 我們現在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作為一個華人 我們自己未來希望這個地方 可以做到什麼 是 但是他們那些人就不是這麼想的 就是 怎麼說呢 有 我們以前都有網友 我看過都是 他說 就是 他就說 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只是投建制派 就是貪錢貪心 就是這樣說 其實 我想這個網友是沒捱過窮的 如果這樣說的話 就是 有時候發肚都沒飽的時候 那你是沒辦法過 有時候 是吧 那 當然現在 怎麼說呢 就是 他們很多時候就拿150個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你改變不了的東西 你可以怎樣呢 只可以同化它 是吧 其實 民主派我們上次也說過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你永遠都打不了它的 就是 它是一個 打不了 就是 你是沒辦法改變到現狀的 你只可以在其他地方 慢慢地滲透 是吧 就是 他們就要 要強行地衝過去 就是 哎 前面有沒有火車 他說 哎 不行 我和火車缺一死前面衝過去 你看看 你的肉餅 你出人 幫大家擋一下車 當作是雞蛋 頂懶擋牆 其實香港人不是這樣的 我認識的香港人是比較聰明的 知道那個勢怎樣 懂得跟著那個勢去走的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 就是 被這個毒毒毒害了 叫做十幾年 其實都是 就是 以前九十年代的香港人 是轉數高了很多 就是 不會說好像這樣 又說什麼時改革命 你哪有人在想這些東西的 有些人曾經在網上曾經博過我 那他就說 哎 九七前 都沒有港獨的 是吧 沒有人看到港獨消息的 那嘉嘉燦說得他很搞笑 九七前的香港人沒有這樣笨賊 所以都很悲哀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為什麼九七前那些人沒有這麼笨賊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笨賊 現在反而你老一輩的人出來 罵你這幫人幹嘛這麼傻 搞搞搞 看得多俗果 是 因為你老一輩 以前九七前那一輩的人聰明 現在老了 反而反過來罵你年輕的一輩 為什麼要搞港獨 為什麼要搞這些東西 他們老一輩的沒那麼容易給情緒左右 就是比一件事 哇那兩句又瘋了上來 就是魚蛋暴動那些 是咯 第二就是他們都是 就是有方向上人生經驗 可以見有月曆的 就是知道世界 為什麼會 怎麼發生的事情 怎麼運作 是啊 你是一棍吐聲說別人廢老 說別人廢老 是 還有你經過昨天 眾志的那一宗在政府總部大堂 五個正座這件事 那我可以奪定 鐵批 鐵批加入香港眾志都是弱志 現在這批應該都是 現在這批應該都是 真是弱志 真是弱志 至於那些頭面人物又不來坐在一起 黃之鋒 就是在李家超後面舉牌而已 他還想選嘛 還以為自己還可以去選嘛 沒有機會了 他應該沒有了 其實沒有都是一件好事 很多人實在會罵我 但是這位同學其實我覺得 就是 被一個開榮身害死了 是啊 政治生涯完了的時候 那不如想想其他讀書 升級一下自己 這樣對自己將來會好 如果你再磨政治 就是現在你二十多歲都叫年輕人 那你再過多幾年 你三十歲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記得了 那時候就會比較 就是人生 當然他的家境是比較好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的人生是 歲月都過了很多下 我現在有升級一個新的消息 就是紐西蘭那件事 就有一個叫做 剛才我們好像沒有說 一個是澳洲的政客 叫做Fraser Enning 就是他第一時間就是不是罵 就是昨天 就不是第一時間罵這個私集者 他就說是因為 穆斯林移民來 因為有移民 那這個私集者才有機會殺到移民 就是這樣說的 你讓他來 你讓他來 那現在紐西蘭人讓他來 那他說 那之後呢 那幾個小時之前 就有個學生去扔雞蛋 扔了他的頭 那他呢 就很用力去打回學生 那一拳 那如果又要撐這個港度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吉士 譚文濠先生 楊岳橋先生 你敢敢打人權 或者你夠不夠那些年輕人打 其實在新西蘭那裡 穆斯林的比例很少 1%左右 但是他是澳洲人 其實可能澳洲多一點 他就轉移了那些仇恨去紐西蘭 我想是 那當然啦 我Facebook上面 也有很多是不正常的人 那為了索料 我只可以和他們 keep friend 那其實呢 他們呢 就有人很開心的 對於這件事 那我覺得這些人 連基本人性都沒有 那你說他 有沒有這樣的資格去拿民主呢 其實我覺得沒有的 對不起 這些人渣 是嗎 是啊 喂 你還有 你說什麼穆斯林移民 喂 有些紐西蘭人是本地人 如果本地出生 他相信穆斯林不行的嗎 有一個就對了 你們不是一個打Food 打這個Rubby叫什麼 Sony Bill Williams 那個是真的白人 是啊 他是白人 但是他是歸於伊斯蘭教的 是啊 他是穆斯林 是 那昨天他就很傷心了 那當然 那怎麼說呢 全世界都是亂的 真實說 我們不敢說不亂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亂的 so far來講 因為極有抬頭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二戰以來累積的問題 就是你問方向怎麼解決 其實我們都是沒有什麼方法的 但是可以說一下 就是為什麼原因 或者是提議大家只可以 那些理性的 理性一點 就是 就是不會有人吐頭過去 你又跟著去衝過去 其實一樣 白人之上跟現在香港那幫仇恨中國人的政客 就是自己的情緒 就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跟巴士正義的鏡頭差不多 就是看到這些 又說赤化、頭鋼那些 是 他是不是跟那個何俊謙一起 就是那個李大那個 上次 李大那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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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何俊謙我看見他 之前我不知道他是碩士 我不知道他是大學生 我看到在屯門趕人的影片 哇 這些是什麼人渣來的 是 他還在那個 好像港鐵站裡面 說人家 就是他可能那個 有個女人經過可能有鄉音 或者不是說廣東話 他就說人家 就是罵人家 是啊 所以這些 其實要小心這類的情緒 就是大家聽眾聽到 大家觀察一下 就不要再去 就是要適當分辨 叫做 所以其實我們 我們說叫人家去大灣區 其實我們 你不對你就回來 其實我們意思是說 香港這麼迫劫 許劉先生說過 其實出去廣東省其他地方走走看下 就是起碼 叫做 叫做 叫做空間寬一點的人都沒有那麼大壓力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說而已 這樣就說我們投稿 你又不妥協回來香港 你又回來香港 我反而我覺得 就是其實你當你賣魚蛋 你只有自己的女兒說好吃 還是整條街都說好吃 因為很多人說好吃而已 如果你不喜歡大陸 你有本事你怎麼賣澳洲 你找個大一點的市場 你令更加多人覺得你厲害 就是這樣解釋而已 但是又不行啊 他們又沒有這樣的水平 這樣就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所以其實只能 說到最後都是教育 自我增值 不停地學習而已 好 今天都應該差不多了 好啦 好 多謝Bud 多謝你們 多謝 希望再玩玩 OK 好 多謝 好 有空再上來做嘉賓 拜拜 拜拜